大爆发除了科技厂爆发群聚之外 在中和一间工厂也有员工确诊 由于CT值只有12.7 传染力非常的惊人 而且还找不到感染源 这让专家非常的担心 工厂内还潜藏很多未爆弹 同时也炮轰 因为指挥中心放太多病例入境了 才会让社区出现这么多锻炼个案 新北疫情大爆发 除了树林科技厂员工之外 还有一名个案感染源不明 中和一名30多岁男性案 22598曾经接种过一剂BNT 24号出现红痛发烧等症状 诊所就诊后前往双隔医院裁检 隔天阳性确诊 总计匡列8人居隔5人 最危险的是他的CT值相当低 12.7传染力非常强 就怕工作场域还有胃爆弹 喉咙痛以后 马上也是到诊所去就医 他的CT值是12.7 目前已经收治在专者的病房治疗 他的传染力很强 这移动的过程中 他一定会把病毒散布 他的周遭的环境 比如说他去上过了厕所 他去吃过了餐厅 新北市也公布他的两个足迹 都是半夜三点多 在中隔一家便利超商出没 而他的工作地点 位于一家工厂 平日独立操作机器 由于感染源不明 专家担心恐怕不能排除 社区感染的可能性 这种锻炼会越来越多 因为他放很多人进来 而且他完全违反病毒的自然市 台湾的社区是存在许多 不明的感染源 也就是存在很多的黑素 只是我们没有去验而已 综合它实现是单一的个案 所以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疫调 虽然这名男子工作场域相对单纯 但也不排除疫情扩散 目前将快马加鞭对家人 以及公司员工进行裁检 厘清感染源 接着你家会杨桥浩 台北新北采访报道